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无限 满心满眼都是她 她想再为蓝家做点事情 最起码等到舒服伤好 可是卫无限好似等不了了 突然蓝忘机就像看见什么恐怖的事情 双眼睁大 瞳孔瞬间回缩蓝忘机双手颤抖的看着空空的怀抱 刚刚那里还抱着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一瞬间就不见了 蓝忘机赶紧找出卫无限送她的玉佩 一眨眼也消失在床榻上 蓝忘机赶到第八号当铺的时候 卫无限正痛苦的蜷缩的地板上 卫英蓝忘机急忙的扶起卫无限 抱着她回了卫无限的房间蓝站 你怎么来了卫无限缩过来也混到 怎么回事 蓝忘机没有回答卫无限的问题 而是反问她没怎么啊 就是 卫无限正考虑着怎么回答蓝忘机卫英 刚才你睡得很熟蓝忘机打断了 正打算给自己找理由的卫无限 蓝站 有些事我没法告诉你 你不是当铺的人 你没有与当铺交易 一些事情 你没有资格知道 卫无限无奈的说着 我与你做交易 告诉我蓝忘机盯着卫无限的眼睛说道蓝站 你不需要这样 卫无限有些不知所措 卫英告诉我 蓝忘机亲了亲卫英的眼睛 不容置疑的说道 卫无限伸手招出一只契约 这是契约 只要签了字就是我当铺的人了 以后世间如何再与你无关了 蓝站 我知道你现在还放不下蓝家 你不必的卫无限话还没有说话 蓝忘机拿过契约 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作比后体内的灵气消散 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游走于体内 在我心里蓝家现在也不上你重要 卫英你很好 从今天开始 你是我的一切蓝忘机的话 让卫无限脸上一热 心里嘀咕 蓝站该不会是个假的吧 如假包换蓝忘机吻着怀里的可人儿 卫无限发现他不小心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卫无限吐了吐舌头 现在蓝忘机是自己人了 便把事情全盘拖出了 他们所处的世界三维空间中 三千小世界里的一个小世界 建立在第八号当铺所处的四维空间之上 他们生活的那个小世界 因为灵气过度使用 压制过度的怨气即将爆发 天道为了平衡两点 那个小世界将会进入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 相当于天道对那个小世界的亲密 任何不属于那个小世界的力量 和不在那个小世界天道法则之内的势力 将会被屏蔽出去 若是影响了末法时代 天道将会进行惩罚 末法时代一旦开启 那个小世界就会关闭 什么时候再开 就不一定了 有可能是三五个月 有可能是十几二十年 有可能百八十年都不开放 所以你突然离开 那么痛苦就是因为天道的惩罚 蓝旺基问道 嗯 这是天道给我的警告魏无羡道 警告 因为末法时代 蓝旺基问道 呃 末法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 应该也快了 魏无羡摸摸鼻子 有些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那为何会有警告 蓝旺基问道 呃 魏无羡急速地转动着自己的小脑袋 不可以说谎 蓝旺基看着魏无羡 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说道 好吧好吧 我和白家的打了一架 就被惩罚了魏无羡放弃抵抗了 当年清谈会后 江城到处让人拔剑 而后不久 江城带着陈琴和随便来到云深不知处 将二者送给魏无羡 魏无羡收下了陈琴和随便 并未见江城 而是留下一句个子安好 陈琴和随便当初被魏无羡带走了 现在陈琴出现了 是不是代表着魏无羡也出现了人在哪 蓝旺基急促地问道 在戴克史兰斯追道 自十年前后 他就在没见过韩光君如此激动蓝旺基 拿着陈琴往戴克史走去 在路上先是遇到了拿着折扇的蓝锡尘 后是蓝启人 叔父 叔父蓝旺基 蓝锡尘道自一年前 蓝旺基回到云深不知处 除了静世便就是后山 什么人也不见 什么话也不说 却不想今日竟能看到 他如此着急三人投行 很快就到了戴克史 戴克史内坐着三人 金氏身穿黑色悬服 衣服上用金色的丝线勾勒出花纹 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其中一人回过头看了蓝旺基他们一眼 转身和另外两人说了几句 三人同时起身 当三人转过身来时 蓝旺基三人也是一惊 这三人是 失踪十年的魏无羡 生死十年的聂怀桑和温宁魏英蓝旺基 看着魏无羡似毫未变的模样 紧紧地盯着他 慌乱地行至魏无羡眼前 没人知道他用了多大的意志力 才没有冲上去抱住魏无羡 因为此刻的魏无羡开向他的眼中 没有笑意 没有哀意就连回忆都没有 看着蓝旺基 魏无羡轻轻皱了皱眉 聂怀桑赶紧开口道 兄长 这是蓝家二公子 韩光俊 蓝战 蓝旺基魏无羡轻轻点了点头 蓝旺基这人在他决定要来蓝家时 便被聂怀桑等人洗过脑 自是知道这人是喜欢自己的魏无羡身形微动 便出现在了离蓝旺基三丈远的地方 第八号档铺 魏无羡第八号档铺 聂怀桑第八号档铺 温琼林 打扰了魏无羡三人到蓝旺基 有些失落地看着远离他的魏无羡 这一刻他的心底涌起了足以吞噬他的回忆 他的魏英 不理他了魏公子 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导致你十年间咬无阴血 蓝旺基一眼便看出来蓝旺基的情绪 问道十年前突发意外 我的记忆出了些问题 无法回答阁下的问题 抱歉魏无羡回答道 兄长 这是泽吴军聂怀桑在旁边介绍道 蓝旺基人听到魏无羡说他的记忆 出了问题 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失了记忆所以才失踪十年 魏英 你记忆有损 身体可好 蓝旺基有些担心地问道 魏无羡看着又一次接近他的蓝旺基 后退了几步 有些不知所措我身体很好 不用阁下担心那什么 我还有事 告辞魏无羡实在消化不了蓝旺基的热情 直接顿了不是 兄长聂怀桑眼睁睁地看着魏无羡跑了 怀桑你不是一惊 为何很为公子兄长 蓝旭尘不解地问道 并是是假的 我和兄长有八百之交 有什么事就问蓝面怀桑也是一副豁出去的姿态 就让你回家再来 我和你一副豁出去的姿态 我和你一副豁出去的姿态 我给你一副豁出去的姿态